歡迎收看 歡迎來到製作期 報紙評獎金 好 好 今天請來個禁堂 接下來兩組冠軍隊 首先葡萊老師你好 好 感謝您從高雄趕上來 來 詠智兄你好 好 這個是我們那個金頭腦 當時記者比賽的冠軍 新聞界媒體的 對 新聞界 臉雲你好 大家好 這是從苗栗來的 對... 一天到晚都泡在書堆裡面 是 它是職業是解說員 所以我覺得你們很奇怪 我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 是 你們今天派那一組是要來 政府派人來幫我們書櫃 不能講 你不能小看他們啦 真的喔 他們三位也有時候 我們硬湊起來 是我們這個 我們現在目前喔 發過八百多萬獎金 是 他們是冠軍啦 是喔 四十五萬 有... 來... 他們... 我已經在跟他們講的是真的啦 他們真的聰明 但是歡樂之多心呢 拿獎金呢 不是給聰明的人 是給答對的人 對... 又在幾年啊 第一名 第一名 對... 對... 是 今天呢 是佔以略視 但是氣勢不能說人 氣勢很強啊 大哥 舒子晨還有我們那個 小賴 沒錯... 他們三位呢 現在目前是進入寶石人 對 獎金是吧 我記得了 沒有... 你有出手說我談話進節目的家庭 沒有 大哥 沒有 告訴他們 你獎金怎麼分配用的 我們獎金還紓困耶 拿去做好多有用的事情 小賴就做了一些 沒錯 因為我把錢拿去發我的歌 而且呢 我跟大家講一下 對 發一批 然後先跟大家講 我教大家一個招財的方式 招財的方式 沒有 這個招... 不是 因為通常來製作性呢 那個錢你一定要留一些些 在錢包裡 像我錢包裡就是放了兩千塊 其實就是特別來 再拿一筆大的回去 所以呢 所以你聽到我 他把我們當指南工 對啊 我告訴你 每天都要來一下 對啊 你這個招財方式是無效的 新的 正確的招財方式 不用兩千塊 兩百塊就好了 但是要裝在紅包裡 要到廟裡去櫃灰 然後放在包包裡 這錢還會一直來 懂嗎 有啦 他這兩千有櫃灰啊 這兩千就是當初製作星 給他的獎金 可是要裝紅包啊 剩下的 要裝紅包啊 真正的招財方式 就是再來一次參加 沒錯 對嘛 所以你發的MV 點距離還滿高的 目前大概八十多萬 八十多萬嗎 每個人做一塊有八十萬 有 了不起... 紫辰也有 紫辰也有 他這時候拿到了獎金 我一部分 再加上我自己一部分的存款 我拿去投資 我們開了美甲店 美甲店 然後這個到底現在是 回本了還是垮了呢 二十天大概賺二十萬 滿厲害的耶 這個才叫發財金吧 現在已經第二間店了 而且疫情完全不影響指甲 不影響美甲 而且剛剛我跟你說 現在大家都戴口罩嘛 我們店裡面接睫毛的業績變好 對... 我看完好厲害 我看完女兒小禎也去接了 對啊 所以這個好像完全不影響 不影響啊 那您這個開的就影響了 我開餐酒館 我以為影響 結果 都是 歡樂自多心的福 耶 誰投誰 這個到底是 這些小鬼的都能比錢多啊 等一下... 他們的意識比不上你 是啊 但是他現在強調是什麼 他們的福運連連啊 對 所以這個比賽啊 它不是長期性比賽 對 就這麼一級比賽 也許呢 什麼... 我們要體諒一下三位大哥 今天超過四十五萬就出現了 對 認全打死老師傅你也聽過 要討論他們 他們每次看到我們三個名字 在第一名上 他們也會不好意思 講話 也不會啦 因為你知道 人的運氣是由時而進的 對... 沒有人靠運氣可以過一輩子 合理 所以你們靠運氣發機 這是好的 好的 所以今天有實力跟靠運氣 到底誰會贏呢 來 進行我們資格賽 祝英聯想王 還有 還有 祝英聯想王總算是一組 對戰是實體 一體兩萬之後 這一大體就是二十萬 如果A組 先達到三十萬的 B組不夠的獎金 通通補到A組上面 可以先搶獎金的 可以 對...一體兩萬來請出題範圍 第一題的範圍是 會掛在牆壁上有哪些東西 阿公算不算 阿公也算啊 阿公也算啊 會掛在牆壁上啊 回去多了 主先啦 主先 一項... 第一題請出題 第一題 請搶答 第一題 請搶答 請搶答 來 庫林老師 3 2 5 4 3 2 1 請說 沒有 娛樂 娛樂 如果沒有就提示了 娛樂 提示吧 提示吧 它是嗎 跟時間有關 然後每一年那種各單位會拍的 猛男的 來 主持人 月曆 恭喜答案 月曆 對 現在還有你們在掛月曆嗎 有啦 有啦 你現在還在掛 有人送的月曆 像銀行這位送的 對 然後公益 有些很多明星也會拍公益 拍公益的 你來了那麼漂漂亮亮 那你不包放地上又可惜了 最受歡迎一定是 穿少一點 就是消防員 國外有很多那個 挪威的 北歐的 對 台灣有拍 有 來 第二題請出題 好 庫林老師 海豹 恭喜答案 海豹 海豹 海豹跟月曆差不多了 對 但是海豹沒有時間 海豹就是存照片 是 而且有時候掛太久會泛黃了 對 但是復古還久 所以有些人海豹會加礦 對 好 了解 第三題請出題 失之請搶答 失之請搶答 最近最紅的直播都看得到他 來 時鐘 恭喜答案 什麼 時鐘 每天都要看他 要順時鐘 每天都要看他 對 來 第四題請出題 七雞分請搶答 七雞分請搶答 七雞分 剛剛他說阿公 但是這是很多大家家人在一起的 是什麼 來 請成全家福 恭喜答案 對 全家福也算答案 有些會啦 那種大家服 家樂服沒有喔 全家服有 大家服 大家服都會那種大張的照片 對 庫林加油 第五題請出題 第一支請搶答 第一支請搶答 來 請出古林老師 獎狀 恭喜答案 對 獎狀 厲害... 現在還有人在掛嗎 有 我們家壁紙都用獎狀貼的 真的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想掛 只是沒掛 沒掛 但是另外一面是那個 已經不值錢的股票貼的 沒事...我們建議 我們用獎金貼 第六題請出題 吃囉 請搶答 請出題 吃囉 請搶答 苦林老師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好 紫辰 春聯 恭喜答案 差一點 那春聯就一定非得貼了 對... 那不然怎麼貼在臉上 對... 也可以 你喜歡的嗎 第七題請出題 請搶答 請搶答 開業的時候有鴻圖大展 或者是在廟 請坐 點兒 恭喜答案 對 廟是門口 宣服盡市 對... 醫生最多 醫院最多 對... 還有什麼茶行這種的 對... 廟也會很多 對啊 好... 第八題請出題 一基德師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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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德師... 這是一個... 來 請說 液晶電視 公報 厲害 厲害... 醫生電視要用掛喔 當然 醫生電視很薄 醫生電視可以用掛的 對 要用掛的 你可以不用放電視櫃上 直接用掛的 好 你掛有了還是可以旋轉的 液晶電視 液晶電視 一九題請出題 醫師請搶答 醫師請搶答 醫師好辣 好辣 醫師... 醫師不能掛牆上 醫師不能掛牆上 好 好吧 那你開門一定要用的 好 幾層 鑰匙 恭喜答對 對... 好 來... 第十題請出題 扯扯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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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孩子不乖 剛剛有時候被媽媽 來... 藤條 他有經歷過那種經歷 我們小時候是兩次藤條 一直在家學校被爸媽 被老師打 回到家爸媽聽說被打 又再打一次 又打一次 但我都算皮帶了 對啊 撒錢罵 披甲 披甲 或是那個抓養的 想要是不是眷村比較多 對... 第二組請就位 第二組 有智慧對象 加油... 好看喔 第二大題請公布 範圍是需要 上夜班的職業 晚上還要上班啦 加班啦 夜班有很多 夜班很多 好 來 第一題 請出題 題目是 柯芬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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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接電話 24小時 來 請說 恭喜答對了 兩次出來了 對 柯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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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題請出題 烏勒師請搶答 烏勒師請搶答 大根 烏勒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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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以後那人像也反正錯了 來 烏勒師 沒有就要提示了 沒有的話 提示都可以從... 來 提示來囉 都可以搶喔 有沒有 幾小時之內到貨 來 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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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流師 有這個字 物流師還是... 沒有物流師 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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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三... 二... 物流師啊 來... 物流師不對 不是物流師 烏勒師嘛 什麼啦 吳老師 什麼啦 吳老師 吳老師就是暗夜班的耶 十五生秋的暗夜班的 吳老師 在提示 物流啊 剛剛他講的對 物流是對了 但是你們要去想 他是叫... 來... 物流... 是 對啦 物流師 恭喜大家 物流師好難喔 有時候像你看便利商店那種 也是有啊 半夜兩三點 半夜送貨的啦 那個也是物流師 因為他們半夜去整理 你白天才能準時拿到 對 像有一些大學就有什麼 運輸物流系 就是這樣 來... 配送口罩這樣 好的 第三題請出題 請出題 大根 加油站 恭喜答對 有啊 24小時加油站 第四題請出題 按摩師傅 請搶答 有字哥 按摩師傅 恭喜 對啦 這就是吳老師 你真的把他講完了 對 按摩師傅 對 來 第五題請出題 請出題 請出題 有字哥 恭喜答對 對 對 第六題請出題 請搶答 有字 我的行業記者 恭喜答對 太快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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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碰我對不對 沒有啦 他已經講完了 他答錯了 他太快了吧 我講另外一個 能不能加兩萬 你說 可以 應該加對不對 應該要 你決定 那就加啦 好 一個快按一個 對啊 反正多了你 不是 現在不能快按喔 多了我出 請出題 827請搶答 827請搶答 北七喔 喂 太快了吧 不是 保護你的安全 你每天搶答 保全 恭喜答對 保全 保護你的安全 保全 第八題請出題 吃屍得瑜請搶答 吃屍得瑜請搶答 吃屍得瑜 有時候進門 24小時居多 然後都會看到他 他幫你處理一些雜事 進門會叮咚叮咚 然後裡面什麼都有 超商 你要第一東西 超商店員 恭喜答對 對嗎 超商店員 超商店員 第九題請出題 屋之瑜請搶答 可能需要交通工具 好 半夜 然後請說 外送員 恭喜答對 很厲害 第十題 對啊 請出題 雞之醫師請搶答 請出題 雞之醫師請搶答 他很重要喔 晚上發生什麼事情的時候 只有他能救你了 但是你去找他之前要坐專屬的車子 你很容易的 那我們在路上看他那種車都要讓 請說 醫診醫師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好厲害喔 我要想 二十四萬 二十四萬對十八萬喔 這組完成了 來 來 接下來 先答對一萬 我們就三十萬 六萬 二十四萬對十八萬 二十四萬對十八萬 三大題請出示 範圍是學生最常約會的地方 學生最常約會的地方 限定學生耶 學生你約會就先沒什麼錢 NTV 第一題請出題 歌迂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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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燙好嘴嘛 綠地 呼吸新鮮空氣 慢慢地聊天 請說 來 公園 恭喜公園 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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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講公園對不對 公園 公園 公園可以嗎 公園可以嗎 學生也會去 公園 公園 有啦 就 對 就去你家 那太快了 太快了 第二題請出題 都依依請搶答 都依依請搶答 都依依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好 請說 來 五 五 四 三 二 一 小賴 小賴有嗎 沒有 沒有 提示 裡面比較暗 然後一個人一個座位 好 那請說 來 電影院 恭喜答對 電影院 對 最常約會厲害 電影院 第三題請出題 烏科請搶答 烏科請搶答 烏科 其實很多人會去那邊 一起玩一些線上遊戲 那裡面呢 可以 廣告 公園 28萬耶 再一題 再一題就全部獎金給你了 他們就只拿20萬了 來 第四題請出題 醫師請搶答 醫師請搶答 電影院 驗世 恭喜答對 驗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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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再一題就好 小賴 小賴 來 第五題請出題 特師哥請搶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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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師哥 圓圓 圓圓 圖書館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對 對 就學生一起也去讀書 不管 再手一題 很安靜 那個氣氛很好 對 來 第六題請出題 莫荷德 前搶答 莫荷德 前搶答 來 小賴 計時 四 看要不要終結它 三 二 一 你還有機會 你有機會 怎麼電 漫畫電 恭喜答對 恭喜答對 漫畫電 好多數 好多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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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題而已 太扯了吧 要放在最後一棒 第七題 黎智加油 請出題 莫荷德 請搶答 莫荷德 請搶答 來 慢慢地在天上 在大指 來 聽說 摩天輪 小賴 現在誰對誰就A組了耶 等一下 再一起就 誰注定 是多2萬就變32萬對28個了 對... 好 誰是32 誰是28 難過 來 請出題 莫荷德 請搶答 莫荷德 請搶答 小賴 計時 5 4 3 3 2 1 來 請 美術館 恭喜搶答 好廣敗為勝 所以 大力轉 所以A組變成我們 苦林大哥跟林荺他們 好厲害喔 的自由的感覺 小賴不要... 加油啦 小賴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B組也可以拿獎金的 進行A組 34萬獎金挑戰賽 恭喜喔 苦林大哥 請問A組 但是剛剛問看 我們第一名就是大根 冠軍 但是 苦林大哥也拿過 苦林老師也在20萬 為什麼... 第10個 第10個我就有 現在我們就縮小版了 對 我們其實還是有機會挑戰第一名 我們已經算好如意算盤了 這個大家有一句你要學起來 對 對 對 A組 34萬進行第一題 請出三個答案學講 1 Nike 2 Puma 3 Vince 請助理 勝利女神是希臘人代表戰爭的神奇 請問勝利女神的名字是什麼呢 計時開始 老師的聲音聽起來好像很有把握 我們來先讓他們死心 對 什麼叫做Nike Nike就是那個翅膀 那個翅膀 它是一個翅膀 那個勾是一個翅膀 那個翅膀就是羅浮宮裡面那個勝利女神 有一個勝利女神 它是雕像 然後它是翅膀那個樣子 所以勝利女神就是Nike Nike就是那個翅膀 Puma呢 Puma是美洲師 對 美洲師 Vance不是V勝利嗎 對啊 所以Nike就是... 勝利女神的名字就是Nike 這是絕無一義的 你們... 你們可以... 你們叫什麼 殘念 沒有 他跟著你插話 他比較有一點嗎 對 可是在導遊的話也講可以 有插話了 然後謝謝Nike不用剪 來 B主請說 我們本來是不差的 我們講得太堅持了 太堅定了 那我們就只能答Nike五萬 好 感謝老師 真的好 Nike五萬 來 請剪 Nike 3 2 1 4 4 不客氣... 在傳統的描述當中 勝利女神Nike 迷迷 戴有翅膀 擁有驚人的速度 它象徵戰爭的勝利 也代表希臘人日常生活當中 有許多領域的成功 因此她被認為是帶來好運的神 在1971年的Nike設計師 為新產品的名字想... 因為1971年是民國60年 Nike60年就有了 很久了 所以到現在滿久的 40幾年了 對 所以品牌相當不錯 19年 因此誕生了一個著名的體育品牌 這代表勝利女神 來 第二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請教 1.荷蘭人 2.西班牙人 3.葡萄牙人 請出題 家裡長輩好喜歡吃虱目魚 請問虱目魚是什麼人 引進台灣養殖的呢 是荷蘭 西班牙人 還是葡萄牙人引進的呢 計時開始 老師 你是從高雄來的 高雄來的 所以是虱目魚是在台南 台南 荷蘭... 柳子是哪裡的 我是新北... 新北... 聯運苗栗 虱目苗栗啊 要看有沒有統治過台灣 荷蘭西班牙都有... 荷蘭人 西班牙人 葡萄牙人都有來過 荷蘭在當時統治南部 西班牙人是統治北部 那我覺得是應該在... 虱目魚是比較胖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荷蘭人 應該是南部的荷蘭人 統治南部的荷蘭人 虱目魚在台南高雄嘛 對啊 台南 台南高雄是荷蘭人 因為西班牙人只有在北邊 門口一下 對 在淡水那邊 所以那就這樣確定了 好 不減囉 好 選擇的是荷蘭人 B組 沙發組請講 因為虱目魚是鄭成功命名的 對不對 是嗎 他說 這是什麼魚 這是什麼魚 什麼魚 什麼魚 鄭成功是擊退荷蘭人的 所以應該就是荷蘭人 對 這個魚進來已經在養 只是不知道什麼魚 這是什麼魚 定名叫什麼魚 這個魚 什麼人引進台灣的養 對 所以你們覺得這個荷蘭人 所以我們決定嗎 荷蘭對牠嘛 幾萬 5萬 5萬 這照到計畫中 對 真的咧 目前荷蘭人 哈囉 各位 這個地名很好耶 像天名 天母的地名是聽不懂 聽不懂 聽不懂 外國人啦 聽不懂 蜘蛛魚在東太平洋由南美洲北部延伸到加州中南部都可以見到的蹤跡啊 蜘蛛魚啊 但是在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更為平凡 因為它不耐寒 所以餘溫水溫過低會造成大量死亡 所以每次寒流來就冰北斗 冰北斗 對 除了台灣養殖此魚之外 菲律賓和印尼等東南亞國家也有四母魚的養殖 因為它比較熱 而台灣的四母魚養殖技術也被認為最早是 17世紀以後荷蘭人自印尼引來台灣的 是這樣來的 因為最早的東印度公司它的總部在印尼的亞加拿大 所以他們荷蘭人就帶過來 第三題了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四次 二 五次 三 六次 一 四 豬 做菜是一門科學 科學家調查發現 一秒鐘要翻鍋幾次 才會炒出好吃的炒飯呢 這是什麼吧 這是一隻題嗎 即時開始整人體 對 是翻鍋炒那種 不是鍋鏟炒的 對啊 翻鍋啦 是不是快炒的 快炒變那個大廚 不是會這樣子 一秒鐘要翻幾次 一秒鐘 有六十個人回秒 一秒鐘 我這樣很累耶 一秒鐘有辦法翻到六次 我覺得不可能到五次 我看那個烹飪學校 他們在練喔 是裡面裝沙子這樣練 就是一定要有 應該要很有費 可是這個有不可能到五次 一秒要五六次很快耶 是 一秒鐘 我覺得不可能到五次 是對呀 你怎麼翻到 沒有 你這樣很快 那我們轉喔 一秒鐘 四次 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一秒鐘 一秒鐘 幾次 可是那個翻得很快 真的嗎 有插花了喔 又來了 大哥很有把握 對啊 一秒鐘 老師你們怎麼選呢 我們怎麼選呢 四 所以 三 二 請選 時間到了四次是不是 老師 選六次 六次 好 來 六次 來 B組插花組 因為我本身是一家餐廳的老闆 是 你們剛剛在翻鍋的時候 你們都忘了 其實在做炒飯的時候 有一種鍋子它是比較大 它是這樣子在翻過 握 握著在翻 那它的幾次 它就是平均幾次 它不是真的可以算一秒 它可能是 它炒個半可能四十分鐘的時間 它總共翻了幾次 再去平均 對 它去平均下來是一秒 那我這邊也不知道答案 那你講了這麼多 我再算它可能差不多五次左右 我們差兩萬 來 請檢 請檢 六次 六次 三 二 一 五次 真的 按照他們計畫在哪裡 計畫進行 等一下 吃死了 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發現 中國炒過漢重量 它的重量和形狀 讓食物可以在炒鍋裡面 達到極高的溫度 產生梅納反應 讓食物出現迷人的香氣 研究多位廚師後發現 最適當甩鍋頻率 應該是每秒五次 會讓梅納反應最佳 也能粒粒分明 那就是炒飯 中華甩鍋就是剛剛我說的那種 對 因為其實會炒的師父 他們是 超快的 超快的 所以你講一對理論 你也是懵的啊 對啊 對啊 就可以講 好 謝謝 來 有志哥 放一秒 發五次 他用正的啦 他用正的 這樣五次 來 接下來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羚羊 二 梅花露 三 兔子 請出題 請問哪個動物的尾巴雖然短 但卻能用來指揮同伴 遠離天敵的攻擊呢 尾巴 短 尾巴都很短 對不對 應該這樣講 都很短 都很短 對 羚羊也是短 因為它是比較 兔子一球 梅花露是一個狗狗 對 因為羚羊 梅花露的屁股也是白的 對 也是很短 梅花露 那個跑得夠快 對 指揮喔 古林老師有想法嗎 他去指揮同伴 因為你看 羚羊或是梅花露 他屁股都很白 他全身的顏色是遮蔽色 可是屁股很白 就是很醒目 要讓其他的同伴看得到 所以有他的功用 對 而且他們是比較群體的 所以兔子可以先排除 是 那梅花露跟羚羊 如果梅花露 梅花露其實在台灣很少 而且也沒有什麼天頂 對 梅花露沒有了 對 所以比較 有機會被攻擊的時候 我們在那個 東部頻道看的羚羊 羊羊比較群肌嗎 對 比較群肌 對 我覺得比較 比較多群 兔子它的功能應該在耳朵 對 它是緊緊的 對 羚羊跑得快 所以應該是攻擊 羚羊嗎 好 不撿喔 不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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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來插花了 插花了 A組選擇羚羊 B組說到做到插了四體了 對 因為我們要插花一定會分析 對 羚羊它不需要遠離天體的攻擊 因為一 它已經是跑步非常快的動物 所以有天體之後獵豹跑得贏它 其他要跳一跳就跳高 那也算是它天體 對 就是它不太需要 那你需要的人 只有梅花露需要 為什麼 因為以前台灣是非常需要露皮的 對 以前台灣的露皮是 一直外銷非常珍貴 那梅花露又是群聚動物 所以梅花露會需要 用它的尾巴來告訴天敵 怎麼樣指揮同伴 告訴同伴要是 快跑 因為它一定是一直受到攻擊嘛 所以它才需要告訴同伴說快跑 那肚子沒有那麼慘會被攻擊啊 梅花露是大量的鹿皮需要 所以我們選梅花露 多少錢 五萬 五萬 現在是四十萬喔 四十萬喔 我們先推到第一名的 大家要到四十五萬 來 五萬的梅花露 請檢 羚羊 三 二 一 好棒喔 我們真的是冠軍隊 輸的啦 輸的小賴啊 以後不要跑跑 太棒了 好 厲害... 梅花露的聽覺和秀覺 十分靈敏啊 當感覺到周遭的環境有意義壯實 除了會發生聲響之外 而且小巧可愛的尾巴 會瞬間化身為警告的警報器 它會豎起短短的尾巴 會快速搖擺 陸群一旦接觸到危險訊號的時候 會快速的吸加帶券 逃到安全的地方 快跑 好 蓮雲來 好 蓮雲 看你啊 最後一半 好 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 蘇格拉底 二 柏拉圖 三 亞里士多德 三聖澤 對不對 希臘三聖 希臘三聖 請出題 請問 下列哪一位哲學家 因為怕老婆 所以不愛待在家裡 只好常常上街 與人辯論哲理呢 來 計時開始 因為蘇格拉底 他常常在外面友善 所以有一本小說叫 深夜交戰遇見蘇格拉底 對 他不喜歡待在家裡 他可能是很怕老婆 他是不是三個裡面的老師 他是 對 他是最 可是柏拉圖說 他是柏拉圖式的戀愛 對 就是 表示他對女生沒有興趣 就不會怕老婆 所以要不然是他 他跟太太太不好 然後他故意假扮說 我要柏拉圖式 老婆我出去了 柏拉圖式的就好了 你放心 我只是柏拉圖式 對 所以現在才有柏拉圖式 這有可能喔 每個都有可能 不過蘇格拉底有一次被他老婆罵 罵完之後他沒反應 他老婆就要脫水 他還說打雷之後一定會下馬 所以他也蠻 壓力是多得失數學的 洗澡吧 他只愛洗澡 他不是洗完澡 你是洗澡發現了什麼 沒穿衣服都跑出去了 因為以前的人不是每天洗澡的 來 菁姐 你選的是 哪裡 蘇格拉底 來 菁姐 3 2 1 這種平衡難不倒他 那種像什麼小道消息這種 對... 就對他們來講 概率的比較 不是蒂頭屎啦 對 你問真正歷史 是考不到他 真的 真的 古希臘責人 蘇格拉底的老婆 山蒂伯 是位有名的漢父 因為家裡常吵鬧不休 蘇格拉底在家裡 沒有辦法安靜看書吧 因此天天到市場去 站在街上談天說禮 因此就展開了這個 遊行派的哲學家 這種風氣 他們講學不在書院 是在街頭跟人家就辯論 這一派哲學家的養成 看來就是歸功 蘇格拉底的老婆 把他逼到這樣子 對 他是第一代名嘴嘛 對 第四題其實是三個答案選槍 一 皇帝沉迷佛法 二 皇帝沉迷女色 三 皇帝沉迷豆蟋蟀 請出題 俗話說皇帝不急急死太監 請問當太監急得要死的原因 是什麼呢 是說皇帝太沉迷佛法嗎 還是皇帝沉迷女色 還是皇帝沉迷豆蟋蟀 來 計時開始 每個皇帝都應該都沉迷女色 沉迷佛法大概只有梁武帝 梁武帝 對 梁皇寶山 梁皇寶山 那個梁武帝 民... 蕭筒 民陰中就是沉迷奏蟀蟀蟀 奏蟀蟀 對 民陰中嘛 對 民朝的 就是那個大靈魂蟀裡面被抓 被土木寶之病被抓起來 所以我是覺得奏蟀蟀 因為女色跟佛法 好像太監也不用擠 梁武帝好像也沒有太監的故事 那時候沒有這些故事 一日豆蟋蟀蟀 一般是皇帝不沉迷女色 太監才擠 對... 明明都不翻牌 然後你都不生小孩 而且太監都收了那些 那個妃子的紅包 他又要想辦法讓你... 趕快...這樣 所以這個也有肯 這樣就擠了 沒有 他是沉迷 不沉迷 沉迷女色 沉迷太監 沉迷女色他太監應該不會... 因為太監不是忠誠 對... 他沒有必要規勸你說不要沉迷 魔法不要沉迷蟀蟀 所以要你們房... 他逗蟀蟀然後他急著去... 因為皇帝不急 問題是太監要趕快去抓蟀蟀啊 不然沒有蟀蟀 太監只有皇帝會生氣 九... 八... 七... 我選做蟀蟀了 五... 四... 三... 茶花 那就茶花啦 B組 A組選蟀蟀了 蟀蟀 因為我們現在45萬嘛 對... 我們不管怎麼樣 這一題都要差1萬塊 所以我們就拿16萬 我們就差1萬塊 要高過這個啦 高過是15萬 那應該是沉迷蟀蟀 因為我已經把佛法去掉了 佛法是另外一個皇帝的事情 然後豆蟀蟀 我記得他好像是要劈一個蚊 他一直不劈 然後他就在旁邊等 然後他在那邊玩嘛 所以應該是蟀蟀 因為女色來講的話 他們更希望皇帝趕快去忙 趕快申請個太子出來 好 1萬塊是嗎 對 1萬塊 七帥來請 好 請捷 皇帝 三... 二... 一... 好 成名女色 成名女色 真的成名女色喔 那獨代皇帝跟嫔妃行房時 太監退出房外 和總管守候床外的旁廳 靜候勢弊 約半個時辰之後 便由總管太監領頭 大家騎身上喊 是時候啦 若皇帝性之高 妝容作養 他們便繼續喊 喊三次後 皇帝就不再拖延了 就是要結束了 你不能硬硬要留念 時間到了... 對... 假使皇帝還不放人 太監就進去了 用絲被包裹的妃子強行帶走 不然皇帝... 皇帝會一直留戀 對... 熬夜幹嘛 就時間就到了 所以說皇帝不急 急死太監 趕快時間到 把妃子滾出來 不然皇帝身體糟糕了 來 四十四萬 接下來是B組有四十四萬 進行B組 B組很厲害 能夠預算說他四十八千不是 四十四 對 差一點 差不多了 也是個第二名 對... 來 五題 第一題 請出三個答案選擇 一... 被賣家的話數吸引 二... 跟著其他網友下單 三... 比市價便宜很多 請出題 現在宅經濟盛行 許多賣家會在直播上賣東西 根據調查 網友最容易在直播買東西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被賣家是話數吸引嗎 還是說跟著其他網友看 有人嚇他就嚇了 還是說他真的比市價便宜很多 所以你非買嗎 計時開始 是便宜還是一個氛圍啊 就像我們在看電視購物 然後為什麼會要買 對 為什麼會要買 因為一定是他很便宜啊 你覺得有占到便宜嗎 對啊 一定是 我覺得我可以花少少的錢 為什麼我可以買到只有十二個 對... 外面只能買六個 直播... 可是這不是話數嗎 可是這個話數 你看書副比喔 不要這顆是29萬多 我們今天呢 2萬9萬多 再送... 什麼之類的 我覺得是這樣 我是直播 應該是被賣家話數吸引 因為大家很會賣 因為我看過 我很常看網路直播賣東西 他只要換了一個人來賣 那個人數會下降 對 有啊 比方說最近很有名的那個 目前正在服刑的那位 他換了一個人來賣了 瓜張那個嗎 對 當然人就變成 少了大概十倍喔 所以大家就是要看他 因為他很會表演耶 他賣東西那個語氣 賣家話數 就跟我們叫賣哥一樣對不對 對 來 我們調好一點喔 有點是個人魅力了 這樣也是話數 金姐 被賣家話數吸引 3 2 1 來 來表演 對 根據21世紀經濟報導指出 有五成網友坦承會在看直播時 被主播推薦的話數所吸引的 五成了 說很多了 很多 那購買網紅推薦的產品 其中近四成是因為購買氛圍影響 認為直播當中有很多人都在搶單 在搶購 而跟風之下 你好像不買耶 很奇怪 對 僅有一成的網友表示直播是因為 直觀展現出產品的全貌 覺得想要買才去買 因為可能也佔了便宜 所以大家還是跟風心態 所以很多直播主會放很多暗裝 故意去留言喊價 那都不 以前在夜市 我們是不是櫃節目也有一個叫賣哥 隔壁好像會都會暗裝在那邊 幫喊價的 Sakura Sakura Sakura旁邊這樣放 對 來第二題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請出題 毛小孩通常都很怕熱 請問在家中開冷氣要開幾度 才能讓毛小孩比較舒服呢 15到18 18到20 20到25 計時開始 可是冷也在家裡 對 你會開太低太高 你冷自己不舒服的吧 因為狗狗的體溫通常滿高的 對 對 你有養 對 我覺得是15到18 我覺得要讓牠降溫這樣 15 你覺得15到18 你呢 你們兩個有養狗嗎 我養狗啊 18到20 你覺得15 18 你覺得18 20 我也養狗 不然我們選20到25 喂 好啊 就你們意見不同 中間一點 三個都不同 因為我們現在 我們為什麼冠軍 我們剛剛比聰明 比不贏 我們要來 好 其實我們厲害的是 猜製作單位出題的邏輯 出題邏輯 我們來猜你們 這才第二題耶 我覺得時間 20到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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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上次也是這樣 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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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姐 20到25 中和 中和的二題 我們三個是連在一起的 對... 一般來說 適合毛小孩的溫度 在20到25度之間 那以人類的體感溫度來說 就是稍微覺得有點冷了 順道一題 像兔子或 蟹齒類的動物和寒帶犬一樣 耐冷不耐熱 它耐冷不耐熱 適合的溫度在20度左右 而貴賓犬跟蠟糖犬 等小青犬 只要25度左右 那貓咪也算是比較耐熱的動物 因此一樣是25度 較為適合 所以貓開太冷它不出來 對... 貓應該可以高一點 好 進行第三題 請出示三個答案選項 一...不急 二...十萬火急 三...一點點急 請出示 中文很難 但是日文的漢字更難 日文中的不要不急 在中文裡是指什麼意思呢 不要不急 不要不急 它是到底不急還是很急 還是一點點急 計時開始 不要不急 不要不急 它一點點急而已 不要不急 因為日文的漢字 你就無法用中文的意思 去解釋它 日文的漢字 不要不急 日文中的不要不急 會不會是... 就是十萬火急的意思 負負得正 選一個真的 負負得正 我覺得有可能 會不會就是十萬火急 我也投十萬火急 大哥呢 我投一點點急 不要不急 因為他如果十萬火急的話 他會說什麼 這代什麼趕快 絕對要快一點 我是看起中文意思 你不要不急 你不要很急 還要急... 這代要急... 很急快一點 那個都是在A面前 對 我聽過 把我畢生所學拿出來了 怎麼了 所以你覺得呢 十萬火急 對啊 我們團隊 十萬火急 十萬火急 好 請檢 拜託 我 三 二 一 三 不急 真的不急嗎 不急啊 不急 可是聽起來不要不急啊 對啊 就不要不急啊 要很急啊 他是不要不急 所以我們兩個講的答案都錯的 不要 那就好 對 慢慢來 二次大戰使日本為了大量徵收金屬原料 拆除了所有部分載客量少 就算停死也不會造成困擾的 鐵路的鐵軌 他是拆鐵軌的 這些被徵收的鐵軌 被稱為不要不急線 中文上可以理解 不要不急線的鐵路鐵軌 而不要不急再次出現在 這次日本防疫呼籲中 比如說政府希望民眾盡量避免 不要不急的聚會跟外出 無關緊要的 不急的聚會 就是肌肉 不要緊 好 謝謝B主 好 好 好